像我们所处的互联网行业 虽然现在有想新思大发明 讲移动支付在全球很领先 但是像我们一看 这些还都只是科技的应用 你回归到基础的这种科学研究来说 整个中国其实基础还是非常的薄弱 尤其是最近的中心事件 是吧 可以说更加是把大家都打醒了 所以我说你说移动支付再先进 最后如果你没有了手机终端 没有了芯片 没有了这个操作系统 就完全像沙坛上建立起来的楼房一样 别人一推你就倒 别看着表面很辉煌 但实际上真正去竞争起来的话 你是没有任何的实力的 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了 所以说今天吧 应该说中心事件 正在得到一个妥善的一个解决的过程中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要更加的关注基础学科的研究 可能在过去 大家可能以实用至上这种思想 还是占上风的 我们不能再抱有侥幸的心理了 一定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在基础科学的研究方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